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空窗期》第79集 你像星星的眼睛 路易抱着肩,看着神色不大自然的两人 促侠道,我怎么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呢 下下心虚,连话语都变得支支吾吾 哪有,你别多想 岑福倒还算是像的 见两人在打情骂俏,便偷偷溜走了事 路易见岑福逃走 立马心中有了树,你是不是找层符问我的行踪了 下下轻哼了一声,你还要不要工作 你不能按时下班的话 我可要走了 路易笑着,打开了电脑,我马上工作 不过有个图,你能不能帮我画一下 就知道,你让我陪你上班 没有多大的好事,原来是想让我过来帮你 下下坐到她的身旁 盯着她的电脑屏幕 没办法,想赶紧结束工作 带你见家长 路易朝她一笑,你说是吗? 我能说不是吗? 下下偷偷含着笑,我用台式电脑,你用笔记本 先说好啊,我不会陪你加班的 下下嘴上说着不陪路易加班 结果,最后工作还是没有完成 她又不忍心,真的留路易一人在办公室 只能给她贴心地点了外卖,工作要紧,吃饭也要紧 吃完饭,两人又一起完成了工作,等走出工作的大楼 天已经黑透了,路上行刃匆匆,下下挽着 路易的手走在路上,突然有一种和心爱之人披星戴月奋斗的感觉 你是想再走走?还是回家? 路易问道,虽然她心中更加希望能直接把自己的女朋友带回自己的家 无奈,两人一没有订婚,二没有结婚,实在不好如此明目张胆地留宿 只能苦苦地寻找时机,不过能与她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她心里已经很开心了 工作得疲累,是可以抚平的 只要人心畅快,还有什么事会遇结呢? 其实,我想去你家陪你 下下没有的来了这么一句 倒是让路易一正,她眨眨眼,还真的有八分信了 真的?那我去停车场开车 不过只是想想,我走累了,我们还是各回个家吧 就知道你是骗我 路易颇有些几分失落 她突然不想回家了,一个人回家面对空落落的房间 那心情真的难以言语 送下下回到小区楼下 两人坐在车里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最后还是下下的妈妈打来了电话 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才说到,已经在楼下了 好了,我真的要回家了 你开车慢点,到家了给我电话 下下嘱咐道,看着她兴致不高的样子 心里不免一阵联系 低声哄道,明天来接我,我再帮你画图好不好 你看我都愿意帮你工作,做你的助手了 路易点点头 下下正要下车,又被她一把拽回 你不表示表示 下下看了看四周,小区门口人来人往 哪怕是在车里 她还是有些害羞,飞快地凑到她的跟前 正准备随便亲她一口 没想到,被她按住后脑勺,来了一个深深的吻 这才将她放开 现在你可以走了 路易露出难得的笑意 下下揉揉她的脸颊,要开心,知道没? 路易点点头,知道 是不是热恋中的男女,连到一个别都是这么的纠结 舍不得离开,明明还有明天,后天可以见面 却还是这般留恋今天,恨不能一直相拥到天亮呢 下下一路走回家,还觉得脚下好似踩着白云 身上还遗留着她的体温,她的气息 她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想起她的身吻,一个人站在电梯里,笑出了声 同坐电梯的人,被她的笑弄得莫名其妙,纷纷打量着她 下下急忙收起笑容,微微低着头 回到家,爸妈已经坐在客厅 姨父等她的模样 爸妈,我回来了 下下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将额前的碎发捋到脑后 路易呢? 下下妈妈问道 路易她,当然回家了 你们感情还真好啊 下下妈妈看着下下满脸甜蜜 恋爱的甜蜜,就像浑身冒着粉红泡泡 眼睛都比平时要亮一些 嗯,感情好这件事,下下可无法否认 她回应完,立马就回了房间 免得又被逼问 我到家了 下下喜说好,就收到了路易的信息 她立马回了电话过去 对方接得很快 喂,到家了 刚到,现在正在喝水 路易听到下下的声音 心里一阵喜悦,慢悠悠地在心头蔓延 那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下下叮嘱她,对于热恋的人来说 多少句关心的话都是不嫌多的 有时候恨不得能贴身照顾好对方 知道,昨晚睡迟了 今天必须养精蓄锐 路易伸了一个懒腰 下下笑道,你要养精蓄锐干嘛呢? 明天积极工作吗? 你说呢? 路易沉着声音问道 滴滴笑出了声 笨蛋 两人又叙叙叨叨说了许久的电话 直到手机没电 才依依不舍地挂了 下下握着滚烫的手机 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夜空 夜空看不到星星 她在心里想着她的眼睛 仿佛就能看到了星星 地下 holder ...! 无ці